《大宝福藏再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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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罗宗是不单最著名的城堡之一 因被誉为堡垒上的珠堡 所以又简称为人鹏堡或人鹏宗 人鹏宗城堡最初尽管曾被视为保卫帕罗河谷的重要堡垒 但在历史的更异中也曾遭灾祸而几度斑驳 但天地领袖犹如得佛授记 城堡雄魂庄严的建筑与圣地得天独厚的天然美景 总能射受最虔诚的仰望 即便是接连城堡跨越河谷的荡道 在石与木香气地河的坚石与石堡中 都有岁月沉淀如实的气韵 在帕罗城堡不同的视角任贫抚养 几个世纪以来总有古地的朝云荡天细朝霞飞 目守古云清明 哪怕只是一方晴空相隐 都能与帕罗仁鹏宗的同为古建筑相得一张 天地之美正如连世佛藏在古丹 所传承的佛教信仰 由似菩提悲心的隐形城堡 射受着人心的全山高山峻岭之间 蜿蜒的河谷让寺院参访的行程品天显著 直到来自西藏的唐通家婆尊者 在通往圣地的峡谷激流之间 建造了天铁桥 佛子们的朝圣之路从此便于起去 天铁桥 除了是坚固的铁链与铁网编造而成的吊桥之外 两侧也挂满了无数的古色金板 仿佛乐寿连世想要附魔的 古法金刚处所加持 长宝行者旅途平安 沿途佛子们感殉阴共向云 在前往寺庙途中上古下世 与隆天善神及六道有缘终身 广结善言 看似横山纵武的野地 总有云天相映如心上的微笑 小桥绿水情歌 此心坚云 沿途松果累累 单取满树 不须强取的果实 却在最单纯良善的心上鸿收 为摩洁经地子品云 心够补众神够 心静补众神静 若知心不在内外中间 最够基础 刹那间 仿佛最伟大的复杂瑰宝 也在天地任运之间 同意有心人的慰心一笑 越过桃桃山路 跨越河谷溪流 来到位于帕罗沿山峻林间 素有小虎瀉寺之称的五寺庙 险峻的地时间 锦衣断癌峭壁而造的人烟绝境 似乎是帕罗山岩间寺庙的特色 或许如此更立于宁静 信空的壁观修持 古寺庙建造于西元十三世纪 犹如相牵峭壁间的人间宝藏 是来自西藏的福藏师 敦诸多杰仁波切 于帕罗山岸间辟见的藏传佛教寺院 寺院内相传有佛陀设立子 并珍藏许多福藏宝物 其中典石像也是取自帕罗的福藏之一 借此殊胜因言 法师以福藏法宝为与会众人慈悲加持 慈悲的海陶法师 更为随行菩萨们传授菩萨界 同时也为众等开示菩提界的庄严内涵 所以我想我们大家还是很有福报的 但是有福报以后啊 我们一个人喜欢庄严 都是拿世间的财物珠宝来庄严 我们是以我们的戒律发行来庄严 所以只是寿多菩萨界一定要告诉自己是个菩萨 你站在石子路口这么多人跑来跑去 这些人都是我要还债的 我要报恩的我要让他们快乐的 我一定要让他们离苦的 你一定要告诉自己这个 如果你不告诉自己这个 那你又起了分别爱人 或是我不理他 反正他跟我没关系 那这个叫舍弃众生 那就不行了 就违背菩萨界了 真正的地狱在内心里面 是真正的地狱 所以如果你能够了解发菩提心 那你只要消除我子 你就可以像奴役堡一样 他们所谓福藏 拿出来都是透明的 清净的 就会发亮了 也显现各种不一样的 这些都是石头啊 木头啊 也没什么特别 但是呢 因为他们有三宝的加持 莲花生大师亲自留下来的东西 那当然不一样 所以只要有一个众生在受苦 一个发菩提心的人 我们要故意去酝那个疼 就是看到他掉眼泪 就像各位常听我讲一个故事啊 四个大法师 老和尚说四个大法师 老大改很多寺庙 老二写很多经典 老三弘法立身 功德无量 百万信徒 他们三个老和尚说 你们好啊 对不对 老四呢 三个都笑了 老四没用啊 天天哭 他就在花园哭 老和尚一过去 老四为什么哭 因为他看到地上一堆蚂蚁 为他们这边故意哭啊 那老和尚就抱着他 你才是我弟子啊 这个没时间成就了 还被笑的那个人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不义心 啊 至于如果为名为利 就去告诉人家 我得到多少多少多少 那我想那个都是我子 那个不是佛性 所以所谓菩萨戒是什么 菩提心戒是什么 就是说你把菩提心当做戒律 就对了 那些你们不能够离开菩提心 就像黎花生拿是 头上那个 那个帽子上面有个金刚裤 这个叫什么意思 这个叫金刚三门一戒 脸是永远守的这个 三门一戒 金刚就是一种空性悲心 永远不离开 前面一个月亮 一个月亮一个太阳 一个悲心与智慧 这帽子帽子有三个脚 一二中间三个脚 代表这个法暴化三身成就 那帽子有两层 两层 两层代表生起次第圆满 次第叫定慧等次圆满 那帽圆是蓝色的 这个蓝色的代表三门一戒圆满 什么叫三门一戒 叫四眼戒 所以密声里面最高的戒律 比菩萨戒高太多 就是三门一戒 什么叫三门一戒 今天你跟你的师父上师说 你今天说菩萨戒了 从今天开始 不能起疼惠心 好不好 好 这个叫三门一戒 众生无边是圆满 法师临重笔相 烦恼无尽是圆满 抬套大和尚也与结缘品 与受菩萨戒者结缘 并以寺院中珍藏的百年堂卡为众人慈悲加持 山色与灰树影下光中 为帕罗圣地的参议 为帕罗圣地的参访之行 为帕罗圣地的参访之行 留下暖心的法印 在帕罗饭店的死被诗食法规中 来自乌金古鲁斯的法师 特别送来吸热免发尊者的金刚处 以及以庄葬给外出者随身攜带的吉祥物 嘎屋与甘露丸 要达虔诚的祝福 回忠也透过翻译老师 以介绍嘎屋庄葬的各种法宝 刚刚我们先拿出来的一个是转运经 转运的这个经 那一个是那个莲世满愿经 那这个是莲花生大师的头发 那就是从八世纪到现在的一个 莲世的真正的头发 这个是七正宝 就是所谓绿松是珍珠珊瑚 那这个是生口意的那个甘露丸 那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舍利子生出来的 那这个是在乌金古鲁那边的 西南美本的那个甘露母药 那这个也是一个母药 那个西南美本的头盖骨那边的 那个母药甘露丸 那这个是虎穴寺那边的甘露的母药 那这个是隆前巴大师的脑浆所制作的甘露丸 那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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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可以说是印度西藏不但的所有的 圣地的土所制造的 那这个呢叫做如意 如意堡 那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呢 那这个是隆前辈牟尼佛的 就是我们讲的那个胡学士那边 当时一些仇家伯母一起修佛白金刚 他自己制造的当时八十几时候 那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的 释迦牟尼佛的 释迦牟尼佛的儿子的采柜里面 当时他这个取出来的 那这些就是不单的 以前的那个金币 也是以前的钱 从柴柜里面取出来 就是他们的柜子里面 把儿子留下来的 那这个是财宝天王 也是甘露丸自作的 那这个是扑把金刚 也是甘露自作的 也是非常老的 那这个是释迦牟尼佛 也是甘露丸自作 那这个是初级解脱座容 执欲宝物 法师也慈悲以宝物 为现场佛子们以一加持 众人法喜充满 眷恋之余 并纷纷高举手机 拍摄眼前宝物 为此殊胜姻缘 珍惜当下 永至留念 为中 海陶法师邀请随行弟子们 发表感言 从个别浅谈的故事 与感怀中 对于大和尚的慈悲教诲 总不妥感恩 大和尚也勉励众人 由内而外 自我修持 你消除我 他也可以看到 你的佛性自信 如是因如是果 不要去想中间后面会怎么样 在因地 因地努力果上随缘 但是记住 改变不是改变对方 是改变你自己 千万不要用佛法的尺度去要求对方 是因为你自己改变了 对方就被你影响 要让别人亲近我们 所以各位来看 藏传佛叫很多愤怒尊 为什么他盖起来 愤怒尊不是朝外 愤怒尊是朝宁 所以他们挂的骷髅头什么意思 就是贪嗔吃慢语 要把自己的这些缺点斩断 千万你不要修愤怒柱 修到一部很愤怒的样子 愤怒是针对自己 征服自己 这些我执 所以他用愤怒尊 极净尊是对别人 很庄严 所以你看佛菩萨身上 所有的配件 都是为了表法的 都是为了利益众生的 所以我想你的眼神 你穿衣服 你走路 你一定要表现出 佛教徒的样子 本质 不能有个性 只能有佛性 这个就是念佛 你要走到佛性 最快的方法就是慈悲 最有力量的就是菩提心 所以为了帮助对方 我一定要像佛的样子 佛的身口意 那这样就展现 仿佛是空行菩萨的安排 不但朝圣行程末了 经历五个多小时的山路 长途跋涉 在通往喜马拉雅山的风向 造访了此地唯一 共有不动佛的寺院 哈顶寺 哈顶寺 位于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山上 除了是萨迦法王的千年佛寺 也是海陶法师数年来前往不但朝圣的行程中 首度执遇的不动佛寺院 佛寺中 供奉的不动佛主尊 高约两米多 极为殊胜庄严 据悉于九世纪时 第一世 萨迦法王在西藏完成佛像建造 得天女感应现前 将佛像运来此地 因而得名哈顶寺 主尊不动如来手中的金刚处 也是由第一世萨迦法王 所取出的珍贵福藏 执此书生姻缘 海陶法师领众 在哈顶寺举行不动佛超度法会 并愿以此功德 互分宗教 祖我 娑婆世界 皆能同瞻法喜 同受法义 担当这个责任 拔去苦难 所以我们三成本是释迦牧迪国 然后呢 无常生生为妙法 在这边 秦庄法人供养 不动佛 各位也发给念 把这部经弘扬养到全世界 好不好 好 那这是 因为这是救度众生的 这两个奏 众人随着海陶法师 专注唱诵不动如来经咒 与八纪苦难陀罗尼金 过程中 海陶法师只处此官 并领终为所写牌位观想 其以所作一切功德 为师六道众生 十方法界 名阳两地 要观想我们这几天所写的牌位 世界各地曾经有死亡灾难 特别各位都观想了天主基督教的父母 回教的其他宗教的各种往生者 深深万倍念念菩提 借由诗时慈悲烟云 从寺庙充延前掠过 恍如素世传承的慈悲愿力 在转眼成空的觉醒中菩提遍现 为佛法传灯之路再续情缘 前程悔向后 或许是感应到焦 海涛大河上 冷静泪水 与众人分享 自己当下的深刻体会 我讲一下我的感受好了 因为刚刚我上来的时候 就一直想要哭 然后我都觉得 这些地方我都走过了 所以大概也是 或许如果他们讲这个故事 就从西藏过来 有机会一起过来 所以就一起去福藏 结果他们中间就生病死掉了 那时候又过来 跟自己的家人过来 所以那时候我就会觉得 这个地方很熟悉 但是就一直想要 一直想要掉违背 所以当然也有发愿说 那将来要回来要渡他 不管是谁吧 所以跟他就念到回上去 就很强烈 希望他们得到超度 好了 随着山风鸟鸟 扬送众人的慈悲祝福 也圆满了当日 在帕罗哈甸寺的 不动佛超度法会 犹如佛法为梭博众生 留下的福藏心印 在虚空中传扬慈悲祝福 晚间 在饭店的欢送会中 数日来随行的司机导游们 特别准备了不丹精彩的传统舞蹈 与面具舞表演 来表达对海淘法师 与随行佛子们的真挚感谢与祝福 此行 不丹的大法官 也特别前来祝福致意 海淘法师在致辞中 感谢圆满此行的所有姻缘 与每一个人 更愿连续的教法 能国际化 弘扬到全世界 我非常感谢不丹 就像一个寺庙 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寺庙 那这个世界虽然科技物质发达 但事实上人类最需要的是 慈悲智慧 所以在不丹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所有人都是像出家修行一样 所以也更希望 因为丹师圣像的圆满 那是佛学院的圆满 甚至大宝福藏防徽的这种 开始进行 能够把丹师的教法 特别是佛法 帮助整个世界 让每一个众生 特别是人类 能够找到自己 能够恢复自己的佛性 我想是最主要 所以这一团圆满 要感谢各种各种的姻缘 特别是我们 卡迪亚娜基金会 我们给钱拉玛 多谢 给钱康布 多谢拉玛 很多法师 不断地在帮助 还有旅行社 特别是司机 导游 种种种的姻缘 让我们朝圣了很多很多的殊胜的地方 我想我们都是佛教徒 我们就是希望这个世界和谐 众生离苦 我想我们身上都有连丝的生命 我们身上背负了 连丰盛大师的誓愿使命 到世界每一个地方 当然我最期望的就是 这个连丝的教法 不是不单的 是全世界众生的 所以希望不单的佛教 能够国际化 能够弘扬到全世界 晚会中 哈定寺的住持一家人 包括即将贡献佛门的九岁女儿 前来觐见海淘法师 大和尚也特别表扬哈定寺住持 让两女儿献身佛教 来承担佛教慈悲 立身之殊胜不适 不单大宝福藏朝圣之行 包括固执连师大宝福藏党党会 榜身佛学院等项目 合起来总共超过三十五万美金 众人赛与掌声 赛与联系 不料海淘法师也以法宝结缘品 与当地导游司机等人结缘 众人以六子大名的慈悲咒语 与当地导游司机等人结缘 透过不单传统的舞蹈表演 与面具舞象征性的祝福 犹如哈世空而来的美善传承 也为道老奉藏在不单的慈悲 殊胜行旅画下圆满剧烈 中华国际诗实协会 邮政划播 户名社团法人中华国际诗实协会 划播账号50396819 50396819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 001 205 666 012 001 205 666 僧众灾食 素食银行 慈悲便当 烟贡香 粉 药贡包 香 弱势关怀 不食动物 佛教慈悲之业基金会 生命殿市草屯中心 中华民国社团法人草屯静安府慈善会联合举办 观音超度及推广苏食饗宴即小蒙山诗食祈安法会 恭请战山法师祖法 日期11月28日星期日上午11点 地点南投县草屯镇东美街64号对面 恰询电话049-231-5999 049-231-5999 敬邀菩萨参与训习 同瞻法医 共慕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参加敬请佩戴口罩 受八观灾戒 众解脱因 念弥陀圣号 求生极乐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举办八观灾戒及弥陀要解开示 恭请战江法师赞同法师共同传授 日期12月2日星期四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弟子当知道父母尚未超度 自己就在佛前发愿 每天受八观灾戒 直到父母超度往生西方 求佛接引净土 除此以外我要念哪一部经吗 这个不是很重要 重点是你真的发心为你的父母守八观灾戒 那你守的八观灾戒 你要念哪一部经都可以 心经 钥匙经 地藏经 刚刚讲的菩萨经都可以 重点是念经就是能够佛在放光 念哪一部都没关系 只是一般中国佛教强盗地藏经 你能够基本念地藏经 再加上其他的都可以 所以为父母你看就会发这个心 所以各位最好要时时刻刻想了他们的苦 就算父母升天了 啊 升天也是苦 对不对 父母往生极乐世界 那更要努力让他们上品上品 你一直要求祈求父母上品 事实上你就上品 就这个意思了 各位永远记住 你不可能比父母高的了 父母到哪里你才能够到哪里 所以你要一直这样做 你又发达因为所有的众生都像我父母 都要让你们上品往生 那你保证快速成佛 所以父母是我们很大的助缘 那如果你不孝顺 哎呀这个很难了 一个人不懂了孝顺父母 不懂了尊敬师长 那这个人已经没办法弹修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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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